做出來的話 那你要把它拼裝起來 裡面的話呢可能至少要 去四個網站 就是到四家不同公司去抓到 他們的東西 然後把它拼湊起來之後 才會是你要用的開發環境 OK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我們按部就 當然如果說你這些步驟 不太熟也沒有關係啦 我最後 這堂課我會包一個那個 所謂的懶人包 那那個懶人包你只要打開來 設定好也可以用 那只是說如果你可以的話啦 以後因為你會有改版會更新嘛 那你總不可能說每一次 我如果沒有再包一個新版的懶人包的話 那你變成說你就會一直用舊版的啦 如果新版假設啦未來有更新 像python也會更新嘛 現在之前我們上課是3.62 現在已經3.64 你看他那個每半年更新 一個版本 一個版本的話 那這樣的話 新的版本出來 你還是要勢必要先把它更新起來 那這地方要怎麼去更新 然後可以把我們要用的環境做出來 第一個我想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那 至於要開發那個djungle 環境裡面呢有很多 像我們介紹的剛剛那本書籍裡面 他基本上呢 一樣會用那個 Python 一樣會把djungle 下載 但是他沒有 講到有關那個 Eclipse 那這個Eclipse是什麼作用呢 主要是他是一個 整合型的一個開發環境 叫IDE啦 那這個環境的主要好處是 你可以利用它 幫你做很多簡單的事情 就不需要下指令了 只要你 比如說按右鍵 它就會有功能 如果你要執行 也是按右鍵 讓它執行 那很多事情 就是說 你不需要再去 重點就是 你如果不喜歡 一直在打指令的 同學的人的話 我覺得 還是建議你用Eclipse 另外它還有一個好處 它會幫你 建立專案 並且管理專案 然後呢 在 輸入程式的時候 它也提供給你一個 比較好的編輯環境 甚至要除錯的話 它也會有除錯環境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首先的話 什麼叫Jungle 其實呢 它有點類似在 Python上面加一個外掛 不過這個外掛 一般我們叫做框架 一般叫framework 這個framework 有點像是 我們在上面 早期叫韓式庫 就是多很多功能 反正你會呼叫它就好了 但是這個框架又比韓式庫更厲害 韓式庫的話 只是呼叫 那個韓式做什麼 韓式庫裡面很多韓式 但是 框架的話 不只是這樣子 它甚至把一些 流程啊 把一些 概念 整合進來 就像說 有點像之前講過 我們在開發的時候呢 有用到什麼呢 像 MVC的概念 其實之前如果你有上過 那個App的課的話 我常常提過 MVC的概念 那也就是說呢 你在做程式開發 你只要把這三樣東西 準備好 那一個App就誕生了 M的話指的是呢 你的MetaData 就是你的資料要放哪裡 一般是放資料庫啦 所以 可能剛開始你要去設計那個資料庫 像 SQLite資料庫 那也就是說 那V的話 指的是 View啦 畫面 所以我們 在設計App的時候 就會把那個畫面 畫出來 也就是你要跟使用者怎麼樣互動 比如說他要做 查詢好了 那你勢必就是要 跟他講說 你在後面那個框框 輸入那個查詢的條件 那 C的話 就是當他 按下按鈕 會觸發一個 事件嘛 那個事件就是在背後去幫你把資料從SQLite撈出來 丟到底下的 比如說ListView好了 那個 清單 列出來 然後 但是 這個 Jungle 他做的事情其實也類似 但是他換了一個名稱 他叫做M T V 這MTV不是那個 看那個 很像 或者 MTV 現在比較流行KTV MTV好像很早期以前的 但是跟那個無關 只是說他的縮寫 M一樣是metadata 一樣的資料庫 那 在Jungle裡面 預設是用SQLite T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 有一個 Template的樣板 Template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做 你就是按照 MTV V的話 一樣是View View的話就是 畫面上要看到什麼東西 那他會去幫你做一些事情 所以 遵循這個概念 如果你有這個概念的話 反正以後你就照著 固定流程 那一個網站就 誕生了 大概這樣的概念 那書裡面也有提到 我想 我只是把一些重要觀念 如果細節部分 請各位 還是去看書好了 我想我們上課 比較重要是 把書裡面 可能 講得很複雜的東西 重點抓出來 第二個書裡面 它沒有辦法 連貫的做給你看 那我就把它連貫 做給你看 並且真的做出來 而且 還是正確版 不然的話 書裡面 我覺得 真的很多書 還是要一個 什麼 順便要把影片錄好給你 像 前一個 上學期用那本有影片 可是 這一個 Jungle這一本 他沒有影片 我不知道為什麼 錄個影片 應該不困難 不過可能 他們也許 時間上面 要出一本書 可能要趕時間 你問太晚出 要把影片錄完 花時間 他就沒辦法撞第二次形象 對 果然 有那個 比較有業務的概念 OK 而且其實說真的 現在寫書 真的不賺錢 像 前一陣子 那個某一家書 舉約 謝封信 問我說有沒有意願 寫書 當然 想一想 還是 算了 因為 寫一本書 你說真的能夠賺多少錢 其實主要真的不是在賺錢 因為真的賺不到錢 算一算 可能 收到的費用 可能 如果還要錄影的話 這樣算起來不划算 不過這個有時候可能要一些因緣際會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今天就是要把這個環境架設起來 裡面的話 大家怎麼做 第一個的話 如果我們要安裝Jungle的話 請你先到 那個 第一件事 因為它是架構在 Python之上 所以請各位先 點選這個 Python的Download 我這邊有個連結 點進去的話 應該各位不陌生 他會跳到這個 Python的網站 或者你Google找那個Python也會找到 裡面的話呢 你就下載那個 我們現在這個版本 他有 2點多的版本 2點X 跟3點X 那我們用3的好了 因為現在新的還是用3的版本 那你就把它點下去 底下這邊的話 我已經剛剛已經把它下載下來了 所以第一個 請你先把這個版本給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之後呢 請你把它做安裝 所以把它點兩下 之後的話呢 我們把它執行 那執行之後的話 他這邊會問你說 你要安裝在哪裡 那各位請你看一下 他這個版本是32位元的 他好像沒有區分是32還是64啦 所以 我是建議乾脆 像那個 Eclipse 也有分32跟64 乾脆全部都32好了 這樣比較 比較沒有什麼 其他的問題 請注意喔 我是建議他有兩種安裝方式 請記得不要用這個 第一個 請你選下面這個 因為他預設是安裝在哪裡呢 安裝在C疊底下 那如果像我們現在上課 你如果安裝在C疊你下一次來 他就不見了 對不對 所以請記得喔 待會請你選下面 不然的話你下一次安裝 在C疊你下一次來又要再安裝了 下一次你又要再來一次 那不是很浪費時間嗎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發現上學期有同學 這個地方就漏掉了 然後選下面這個 你自己選位置 那你要裝什麼 全裝好了 不用管 記得只是這個地方選 這個 手動安裝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下方有沒有 會有一個叫 Add 3.6的PASS 這個PASS 我們上學期也有講到 但是上學期講的是你要手動 到環境變數裡面加一個PASS 可是如果你不想要手動加的話 很簡單 打個勾就好了 PASS就有了 所以上學期啊 如果你第一步做對 上學期那個加PASS的部分 也可以不用加了 OK所以有很多細節啦 看起來沒什麼 很多人 打開來就給他點點點 他點完了 後來問他說你裝在哪邊 他說我不知道 我就是 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1 這個打勾 2 這邊點一下 再來NAS 然後其他 他這邊有一個什麼 Advance Local Custom 3 2 這個的話呢 我看一下 也把它裝 裝在 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 進階的Options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我還是建議 你乾脆把它的路徑 一樣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D好了 這個也許可以把它鎖動一下 改一下 3632 好 那他就會裝在我們D 底下 這個目錄裡面 3632 OK 其他的話 來 把它登錄一下 當然他其他還有什麼 還可以針對Visio Studio 2015 他有做一些 那個 Debug 等等的 OK 按音樂Store 把它裝起來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幫我怎麼樣 把 我 的 下載的東西 下載到 低碟 的剛剛那個目錄 OK 所以我手動加了個目錄 再低碟 那這個時候 第一個 我們就已經 把Python的環境下載 但是Python的環境 如果說你要拿開發 下載這一個 以後只能下指令 就是說你要 寫程式 什麼都是黑白的 沒有彩色的 所以如果你要是彩色的話 請你要做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做什麼 往下捲動 再來的話 我們如果要Jungle的話 接下來的話呢 再到Jungle裡面 去下載 第二個東西 所以感覺好像今天要 做什麼 佛跳牆 過年好像一定要佛跳 可是佛跳牆裡面要 很多東西啊 你要把很多的材料 給準備好 然後把這個 點擊進來 那目前 Jungle最新的版本 好像是2.X的版本 2.X的版本 目前看起來有一些 穩定性的問題 還有相容性問題 所以我建議喔 你也許 裝的話 目前來看 請你先裝 2.X的前一個版本 就在哪邊 往下 請你找到 這個 就是 前前一個的 所以這邊的話呢 往下 前一個版本 請你找到這個版本 Jungle的 1.11.10的這個版本 這個版本我覺得 測試起來比較沒問題 等到如果 你這個OK之後啦 有時間你剛剛再測一下 2.X的版本 可能更新的版本再加好了 因為2.X的版本 還是有相容性跟穩定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先 裝這個 你會發現它已經幫我 download下來了 那download下來之後 怎麼樣再把 Python跟Jungle 合併在一起 我們待會再來看好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這個我剛剛放的東西 1. 請你到雲端上面 雲端上面的話呢 我這邊有放一個雲端白板 你開啟這個 開發環境的設置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打擾